在大林一帮队中,最大排的施卡拉斯科,中场组织和进攻的发起者是盖坛,好场崛起的新闸门是新秀王耀藤。 但是,数据显示,全队目前的为止,成绩能够稳步上升的重要保障,特别是中场的核心却另有其人,关键先生竟然是他。 大林一帮,在主教练舒斯特尔的调教下,已经逐点走出降级圈,正在西班牙进行下室的他们,声称世界杯之后,将会让所有人看到一个全新的大林一帮。 球队的夏季转会或许结果不会如大家所料那样来大排球员,但是本赛季立足保际目标的一方,只有能够补强,就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 今天,盖塔和李帅将会与球队会合,舒斯特尔兵马七倍后,期待球队气质从此不同。 但无论谁来谁走,他的位置固若金康,在中朝各项数据统计排行榜中,他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几项关键数据的队中第一,舒斯特尔比赛中的大林一帮,在中朝各种数据榜上,助攻榜大林一帮的盖塔六次排名第六, 关键传球榜盖塔三十一次落后奥斯卡两次排名第二,射门榜卡拉斯克射门三十八次排名第六,射门设政卡拉斯克十四次排名第十一,从进攻端看,两位外人的表现都不错,但是进攻可以帮助球队赢得进球,而防守才能帮助球队得分,在因为进攻进球而获得球迷的掌声里,他或许没有盖塔和卡拉斯克那样耀眼, 但在传球,传球成功,揽截,抢断排行榜中,他,同时获得了这几个数据大林队中的第一名,而且在榜单每个单向一百名的排行中,他的排名都进入了前五十,是大林一帮绝对以数据为评判标准的关键先手, 此人平时在队中并不显山露水,为人也极为低调,很多球迷对他的印象也并不深,但正是这个人,做好了本职工作,把三活累活任劳任怨地包揽下来,打造了大林一帮强悍的中场屏障,为球对其他明星人物的高光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他就是崔明安, 崔明安在传球榜中,崔明安宁列中超所有球员第三十七,有388次传球,对中盖塔排名第三十八,卡拉斯科排名第五十,另一个后央朱小刚传球333次排名第七十位,在成功传球榜上,崔明安以310次排名第四十位,对中第二卡拉斯科299次排名四十二位,朱小刚290次排名四十二位, 十八位,在拦截榜,崔明安十二次与王耀鹏,并列第四十二位,朱小刚排名第五十九位,冯特和杨善平排名第八十,八十一位,在抢断榜上,崔明安最为高光,二十八次抢断位列全联赛第七位,而一帮队中第二第三名仅在榜单末位出现,王耀鹏和汪敬贤,并列第七十位,其他人在无上榜,以超理分析, 后要能够获得这么好的数据排名,一定会在法规方面比较突出,出人意料的是,在法规榜上,崔明安今有五次,少于孙伯,周庭,金强,卡拉斯科,排名队中第五位,很多人并不看好崔明安,有这样的评论,身体大波,力量不行,有习惯动作,技术动作不够准确,这些都将影响他未来的足球职业生命, 但是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崔明安在大连一方队中的表现,在2017中奖赛场上,崔明安就是卡罗手下的重要中场核心,进入中超赛场后,与朱小刚搭档球队扣腰,没有硬朗的伙伴那般吸引眼球,他只是默默无闻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本职工作,以数据为支撑,成为大连队中毫无疑问的关键先生, 相信催眠安未来的前途,必然一片光明,原创文字,转载请标明出处及原作者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请与我联系第一时间,删除感谢卫兵支持, 关注在上点赞在下,走过路过告诉小微